大家好,我是Mike教练 然后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在我们的频道里 我们会讨论比特币最新的消息 然后我的一些想法和总结 还有简单的做一些价钱的分析 然后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带过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会讲到一个 有两个美国的公司申请 要变成一个美国的一个国家银行 一个Crypto的Bank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美国 最近有一些负面的绯闻 说就是TREASURY要去打压自己的钱包 就是规定 这个意思就是规定大家一定要用 有KYC的有实名验证的钱包 然后法国同时也在这样子做 然后我认为这个整个会往哪一个方向 然后大概会怎么样发展下去 然后对价钱可能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先提醒大家今天是1212 是一个示爱日 然后如果你们有配偶的话 记得跟他们快乐一下 庆祝一下 或者你平常如果有买花或什么的习惯 记得今天是一个节日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做简单的一个价钱分析 看1212会不会有便宜的折扣的加密货币可以买 像我们黑色星期五也是 上次有一个小瀑布 然后这次价钱会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只是就还是按照我之前说的 就是在这个范围波动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还是在18000横盘 然后看来是会再下来测试一下这个daily pivot 17600 然后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一定要我选择一个方向或者价钱的走势跑 我认为会跌下来 然后会跌到哪里呢 我认为会跌到这个point 786 16100这里左右 虽然这里没有一个周的一个 没有一个日的级别 就是这里也没有一个周的级别 是两个级别中间的一个地带 就是这个Fibonacci retracement的一个level 是从牛市前几年的牛市顶 拉到这个熊市底的一个786 然后这个刚好跟这一次涨起来 从假设从这次的三月最低点 涨到现在最高点的236 这边有那个有line up 就是这个的786 跟这个236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可能会回拉到这个位置吧 就大概16000左右 然后如果比较惨的情况 我觉得有可能会掉到这里 就我们之前一直的理论就大概到这里 当然也有可能他就不理我们 然后就比如说上来 然后才回拉 然后回拉到哪里也不确定 反正这是都是正常的价钱波动 然后就是虽然日级别看起来 好像很不稳 只是回到周级别的话 这是一个牛市 这个明显的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嘛 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 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弄掉 就涨了这么多 从这里涨上来 然后回拉到这一点点 所以也不要太慌 即使跌到这里 或者甚至跌到这里 当然跌到12000不是很理想 只是跌到这里的话 都还是很明显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higher low 然后这边也是个higher low 哪怕跌到跌到这里也是一个higher low 那一个牛市就是 就是怎么定义 就是一直有higher low 然后有higher high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high 这里有一个high 这里有一个high 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的低也越来越高 对 然后以太坊也一样 就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我们主要就跳到今天的消息里面 OK 第一个消息是BitPay BitPay是一个payment processor 就是比如说你在美国有信用卡 你要刷卡 然后你想要刷美金 或者交 那个转账比特币都可以 假设了 假设去星巴克买个咖啡 然后星巴克如果是BitPay的一个客户 的话 星巴克就可以收比特币 然后你转比特币给 星巴克的时候 他们可以选择 我要收法币 我要当时的实时汇率 直接对成美金呢 还是我要囤着这个比特币 然后BitPay就是专门做 这个一个中转商 一个是一个fintech company 然后他们去申请了 跟OCC申请 要变成一个 National Crypto Native Trust Bank Trust Bank跟Bank又不太一样 Trust Bank是没有FDIC的保险 就是没有那个用户 美国人每个银行账号 如果是National Bank的话 有25万美金的保险嘛 所以这个是没有保险的 只是至少是 至少是还是一个往前的一步 然后你看我们这里有说 National Trust Bank does not need to purchase FDIC insurance 所以他们不用买这个保险 我觉得应该要推 就是让这些公司都要有这些保险 会对用户会比较安心 然后会更大的一个mass adoption 就是大家比较不会担心说 这公司倒了怎么办 至少里面的账号 有25万美金的保险 我觉得这会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 应该往这里推的 然后可能我也不确定 就可能对于这些crypto的company 这个是 这是一个支出吧 所以他们可能就 都没有想要买这个保险 然后这个申请有多少天呢 有120天要给一个回复 OCC要给回复 只是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目前来说 这个Brian Brooks 是美国目前的OCC的那个 领导 他是负责这个部门的 然后他以前是Coinbase的Executive 是一个Chief Legal Officer 然后现在到了OCC是 那个Trump指定他上台的 然后他最近才上台的 然后最近因为 明年拜登要上台了嘛 所以这120天 已经牵扯到明年的问题 就是他们要给一个回复 或者这个要通过还是不通过 他们这个申请 已经到明年了 然后明年拜登 会不会留着这个Brian Brooks 也不确定 然后拜登会有什么样的 对于crypto的一些 那个法规我们也不确定 所以现在crypto里面 其实很多未知 然后价钱也有体现出来一些未知 只是我 我们等一下再说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Paxos Paxos也是一个公司 Paxos是做什么 他们是专门帮institution custody 那个crypto的 custody crypto什么意思 就帮人家存这些币 因为假设MicroStrategy 你不可能说我是MicroStrategy的CEO 然后我自己去买一堆那个硬件钱包ledger 像我们用的这些硬件钱包 然后他们就自己写一大堆那个私钥 然后放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 然后把几百million的那个比特币 买了以后就放在各式各样的钱包里 他们需要一些专业的 专门是帮 专门做这些安全的 就是确保他们的 这些比特币是安全的 他们不会丢失这些私钥 然后还有multi-signature 然后还有 就各式各样的安全的 就等于是一个crypto的一个银行的意思 帮助这些大的机构 储蓄比特币的 然后他们也要去申请 也是一个trust bank 他们也是 他们是paypal的一个partner 就是paypal不是可以买比特币吗 这些比特币都存在哪里呢 是paxos帮paypal 储蓄这些用户的比特币的 因为paxos的科技比较领先嘛 在区块链这块 他们已经在这边混很久了 所以paxos也去申请了 只是就是也是 也还是还没有approve 他们两个都申请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新闻 就是法国 moves to ban anonymous crypto accounts 就是没有kyc的 没有实密验证的 加密货币的一些地址 法国想要去 也想要去禁止他 我们听到美国有这个消息 然后法国同事他们也想要 只是法国不知道他们的法律 通过的有多快 所以我觉得美国会怎么做 其实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就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对市场会有什么 那个影响 其实可以可以观察法国 可以密切关注一下 如果法国先通过了这个话 可以看一下法国那边 接下来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有可能可以去推测到美国 因为美国目前只是一个绯闻 这个绯闻已经传来传去传蛮久的 然后包括congress people 有四个人 有四个人签了一封信 然后叫那个treasury 要back off 叫他们不要去去那个 去ban这个self-hosted wallet 就是自己的钱包 像我们自己生成的钱包 他们我觉得这个 现在一直有要ban这个self-hosted wallet 是往有点像往一个方向去 就是我们首先看到 各式各样的银行 crypto的银行在建立起来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ban自己人 自己的私要 自己的要那个钱包 然后这会强迫什么 会强迫 如果这些都通过的话 会强迫大家把 比如说我有比特币 我想要在自己钱包 因为我觉得比较安全 然后自己可以管管控 只是他们就会强迫我们 OK我们必须要存到 比如说Paxos 或者存到BitPay 或者Coinbase 这种有KYC Gemini 或者Kraken这种 有KYC的一些平台 那存到里面以后 就基本上就被政府管制了 那政府就可以说 这个人 他有问题 我们把他调查一下 那么会去除掉 比特币的 一些原生的一些价值 它的本身就是 因为他没有被政府管制 你可以自由的流通 如果全世界大部分的大国家 都开始这样子做的话 那么我们自己 钱包里面的钱 最终要去哪里兑现呢 因为毕竟最终对成法币的话 还是需要兑现 所以这个整个发展 其实对 我觉得对Crypto的市场 不是非常利好的 但是也有利好的一面 就是说 如果政府 他们觉得 他们可以管控这所有的币 他们可以知道 每个人都有多少币 然后转来转去 因为比特币 和加密货币 都是在区块链技术上 区块链技术 基本上代表是 每一笔交易 所有的记录在 都是公开的 都可以查的 所以如果一旦 基本上每个地址 或者有转账的地址 政府都有实名验证的话 他们基本上可以追踪 所有人的 加密货币的一些资产 那如果他们可以追踪的话 因为政府就是想要控制人 控制这些资金 然后要大家缴税 等等等等 所以政府如果可以放心的 说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人 全部都公开透明了 OK 那我们就完全开放这个东西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价值 就 就我觉得 要达到mass adoption 就政府也不愿意说 每个人都自由 乱七八糟转 当然这是比特币原本的理念 然后大家都可以随便转 然后政府完全管不了 这样子的话 政府也不太敢去完全的 百分之百开放这个crypto 只是如果政府可以去了解 每个人的钱包 然后了解每个人的情况 他们会比较放心 说那我们就开放这个 在美国可以自由流通啊 只是就是要KYC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会去推动mass adoption 让在超市啊 或者钱包 或者银行账号 可以随便买crypto 所以我认为 虽然有这些管制的风险 然后刚好比特币在一个高位 价钱可能会受到短期的影响 只是最终就看政府怎么弄吧 如果政府管制了以后 然后完全开放 那对价钱长期是利好的 只不过牺牲的是什么 牺牲的就是 持有crypto的人的一些自由 因为最终如果假设 假设如果比如说我们 好那政府要这样 每个人都要KYC 让我们都去存到Coinbase好了 或者是 那个Kraken之类的这种平台 存进去以后 那么假设我们要提出来呢 比如说我们要跨国际的提款 那政府会不会有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法规 因为现在包括我去银行 上次我去银行提了一些钱 然后他们就问说你做什么的 你什么工作 你收入来源等等等等 我就提这个钱是我的 然后我要干嘛 我都是都进来了 然后都是合法的 然后我要干嘛 就干这个银行什么事情 然后你每一笔 你提个款 他们都要问你 提个款都要问你 那如果把比特币弄成这样子的话 会就变得跟法币有点像 就如果每一笔交易 他都要你解释 都要就很弄得很麻烦的话 然后不但解释一次 你第一次解释完了 你第二次又要再解释 第三次又要再解释 就没完没了 我觉得很低效率吧 然后这个也是影响 因为比特币和区块链 原生的一些价值 也就是不用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价值 会有一些些影响 但是具体影响多大的话 其实我也不确定 就只能看 然后我们接下来 看一些其他的消息吧 那个MetaMask 那个小狐狸钱包 如果有在做DeFi的 应该知道 他们目前DeFi是 14B的一个生态 然后MetaMask想要做的是 他们想要扩张这个生态 给institution 因为现在都是一些whale 或者一些基金 或者一些那种比较小的 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机构 在参与一些DeFi的项目 DeFi就是比如说 你可以我们可以去中心化的抵押贷 或者去把钱借出去 然后可以赚利息 或者是比如说Uniswap 换币 等等等等 他们想要做什么 MetaMask目前有 今年也破了历史记录嘛 就是今年有100万个 monthly active user 然后他在10月份的时候 introduced了一个token swap token swap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在钱包里面 你直接通过MetaMask 就可以兑换 比如说以太坊 换成某个币 你可以直接兑换 然后不用说存到中心化交易平台 这是去中心化的一些功能 然后MetaMask做到的是什么 它是做一个aggregator 就是直接去中心化交易平台 我提到比较多的 Uniswap是其中之一 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Kyber Network 还有什么Bancorp 还有好几个不同的 其实每个价钱 市场价都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算法都不太一样 然后MetaMask会帮你 比如说我以太坊 要换成WBTC 他会帮我看 我在哪一个平台换 是最合算的 那个汇率是最低的 然后他就会帮 我就可以直接通过那个平台 直接从MetaMask 他会去在那个平台帮我换 然后他们想要做到的就是 他们想要做 institutional grade features 包括可以换币 我们刚才说的 给institution可能大额的换币 然后可以去贷款 抵押贷 然后也可以去赚利息 对然后也可以去投资 这个以太坊的一些 这些一些DAP 一些去中心化的APP 然后他们打算怎么做呢 就是他们打算 找一些selectpartners 就他们一些合作伙伴 然后一些custodian 像我们刚才说的Paxos 然后还有一些职业 专门做交易的 可能一些基金 或者一些理财的一些公司 给他们一些 给他们early access 然后看 这些institution 他们需要什么功能 然后MetaMask就去 由他们的需求 去做出这个 enterprise 级别的一个产品 来推动这个DeFi的生态 所以这个对DeFi的整个生态 是非常利好的 因为目前只有14billion的资金 在DeFi 如果这可以double的话 所有DeFi的币 然后整个生态会更完善一点 然后如果有投资一些 去中心化金融的币 这个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 euro 稳定欧元 就类似美国的USDC 一样的 他们发币了 USDC是在以太坊生态的 是ERC20的币 然后他们要 这里有一个银行叫做这个 Germany的 我不会念 我让电脑念给你们听 Bankhaus von der Heidt 对这个 这个德国的一个银行 他们要发币一个 发一个稳定 1比1的 Fully back的一个欧元 所以欧洲也来做稳定币了 叫做euro币 euro币 然后他们要在Stellar XLM的network上面 做这个币 USDC以太坊 然后他们是要在 Stellar上面做 如果有兴趣 要想要投资的 自己做好research 只是他的 他的标 他涨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XLM 然后他价钱历史是这样子 我在这一波 我自己本金已经翻倍了 然后我已经解套 所以我现在剩下 我还剩下 我本金翻倍了以后 我把本金套出来了 然后我剩下 还有大概 2000块美金的 就在里面免费的币 一直放在里面 看它会不会涨 我认为牛市来 还是会涨的 然后再来下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有 MicroStrategy 我们上一个视频 才提到说 MicroStrategy买了 大概500M的Bitcoin 还不够 他们还要去发一个 Bond Sale 一个Private Bond Sale 要再筹一些钱 然后他本来说 是要筹大概 550万吧 再筹550 不是550万 550M 只是他们后来筹到了 还比550M多 筹到了650M 然后他们要准备去 再去大购物了 再去买比特币 他至少是这么说的 然后这个Bond 是有一个interest rate 会给大家0.75的一个利率 然后2025年 due 然后是每半年支付一次这个利率 从2021的5月 2021以后 每一个6月15 跟12月15 会发这个利息给大家 然后这边就说到了 MicroStrategy intends to invest the net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the notes in Bitcoin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reasury reserve policy 所以他们要去投 再来买比特币了 他目前 持有400M左右的比特币 如果现在的价 以现在价钱的话 这个650M 他可以再买36300个比特币 然后这又到下一个消息 有一个保险公司 又来一个机构了 一个保险公司 叫做Mass Mutual Massachusetts Mutual 他们也公开了 说他们买了100M的比特币 然后他们想要做到 他们自己说是 他们想要有 他们觉得这个加密货币 在这个 这数字货币 在一个数字的世界里面 可能是 越来越有影响力的 然后可能是比较 futuristic的 所以measure yet meaningful exposure to a growing economic aspect for increasing digital world 所以我们现在是 活在一个数字的 一个世界里 然后我们 加上这个数字的货币 也会有价值 他们认为 然后Wall Street Journal 说这个 Mass Mutual 大概是在 18,200的价位 买了5000个比特币 然后这个大概是 他们管理的资产有200 他们的company overseed 235billion的asset 这个数字非常大 这个比特币的market cap 才300多billion 所以这个是 基本上这个公司的管理的资产 有比特币 全部比特币里面的价值的 60%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他投了100 million 100 million到底是多少 我刚才用了这个数字 这是弄了一个次方出来 所以我们把去掉一些零 100 我们就相对 我们少三个零 除于 他们总共管理的资产是 这样 我前后都少三个零 看一下 所以应该是很少 他们的 他们管理的资产 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 不到 完全不到百分之一 百分之0.04 甚至更少 004 百分之0.04 左右的资产 投到了比特币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 一个公司 这些公司到底有多大 这些机构 到底有多少资金 他们100 million 就百分之0.04 而已 他们的资产 就买一下比特币 就买5000个比特币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mass mutual 到底有多大 而我想描述的是说 就这还不是最大的公司 他们管理的资产都有 跟比特币市值差不多大 然后他们就投个百分之0.04 他们假设这所有的 这些公司 你看这些保险公司 都是两个保险公司 他们如果每个都开始投 个百分之1 百分之0.5 也好 百分之0.04也好 那么比特币的价钱 就会冲上天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mass mutual 100 million对他们来说 非常少的资金 然后他们在美国内的 一个保险公司排名 才排第13名 也不是第一名 或者不是前十名的 然后这世界上的保险公司 有各式各样的 全世界的 日本 加拿大 意大利 美国 然后他们mass mutual 排在世界上是第31 所以这只是一个 比较中大型的 一个保险公司 然后他们买了 100 million的比特币 然后这个trend 我觉得这个趋势会继续的持续下去 可能接下来 保险公司进入了 因为保险公司本来就是对一些 保险公司做的是什么用 他们就是对一些对冲 比如说很多人会买一些保险的理财产品 他们是对于一个法币的一个贬值 想要做一个对冲 然后里面可能还会保一些什么人寿 什么的 就对一些小概率事件 比如说出了什么事情 会有一些赔偿这样子 他们赚的是这个钱 做的是这个生意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人 这个公司都来对美金也做一些对冲了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趋势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trend 可能接下来会一批保险公司都进来 一个轮着一个 再来公开说 我们买了多少比特币 然后说到大机构买比特币 我们看到 wallets 就是有持有1000个比特币以上的钱包 达到了一个新高了 然后可以看到一下 看一下这个 最近的价钱波动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在发生 就是一些中 我上一个视频有说到 就是一些元老 比特币元老在卖 他们的比特币 在2万左右在卖 然后被吸收的是被这种大机构 MicroStrategy 一次就来650million来买比特币 然后这个公司 这个保险公司一次就拿100million来买比特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1000个以上 持有1000个以上比特币的钱包 在增长 增长了17% 然后我们看到减少的量 反而是100到500个 和500到1000个 所以100到1000个 持有100到1000个比特币的 这种级别的中型 中大型的这个 whale在减少 然后其他这些都是在增加 所以是retail跟 这种超大的一些机构 在买比特币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持有1000个比特币钱包的 在2020年增加了302个 然后这个是增加了大概17% 然后现在在历史高 总共有2000个地址 2052个地址 是持有302 不是302 持有1000个以上的比特币 所以大机构在积累 在19,000 18,000都在积累 不停的积累 然后这又回到一些消息 因为这些大机构 他们肯定会有一些内幕 他们自己政府里面 肯定也会有一些消息 所以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银行在 这是在申请 这些crypto公司在申请银行的执照 然后还有congress 那个treasury 想办法来管制这些self-hosted wallet 只是这对大机构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说这个价钱还是会继续上去 要主流的话 就是政府来管制 还是会继续上去 即使被管制还是会上去 因为大机构不会说 我买1000个比特币 我就放在我的ledger里面 然后我就存在我家里的保险箱里之类的 他们都会去找这种bitpay 或者paxos这种 帮他们储蓄这个币 然后你找他们储蓄的话 必须是要 你是要实名验证的 要有该有的一些paperwork 都要有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实名验证的机构 所以其实比特币 就是可不可以自己持有钱包 对这些大机构影响不大 所以他们还是照样积累 然后这些比较担心的这些 可能就也不是机构 可能一些是自己的私人钱包 他们可能会担心这个问题 不知道就会有一些未知 然后对着 这个表格就可以体现出来 可能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下一个消息 World's first Ethereum的ETF 上线的 有一些问题 只是上线的成功了 他一开始延迟了两个小时上线 因为IPO的一些延迟的一些问题 不过上线了 在加拿大有一个ticker叫做 他的stock ticker叫做QETH.U 这个Ether Fund 然后他们是 这个Winklevoss 他们的custodian是Gemini 美国的一个交易平台 就是他们里面 这个Ether Fund里面 他们持有的这些币 因为ETF的话 就是需要 必须持有这个实质的币 ETF意思就是说 这个公司也好 这个倒闭了也好 这些币还是属于大家的 所以美国是非常需要 ETF的 让大家可以投资 要不然现在就只有投资什么 Micro Strategy这种 变形的ETF也好 或者是投资那个Grade Scale的 美国还没有这个ETF 这个对于整个区块链生态 对于以太坊是非常利好的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official 俄罗斯的政府人员 必须 必须 disclose他们的 crypto holdings by 6月2021 所以他们 如果是俄罗斯的 政府的人员 持有比特币的 必须在2021年的6月前 申报出来 然后申报 需要申报什么呢 需要申报 他们持有什么币 然后持有 得到这个币的日期 购买的日期 或者收到转账的日期 然后总共他们持有多少币 然后包括这个币 是哪里发行的币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币 包括 不只是政府人员 包括他们的老婆和小孩子 或者老公 或者小孩子们 只要他们都有的币 都必须要公开 然后俄罗斯的一些 crypto的 crypto的player 就是参与俄罗斯市场的一些 据他们的了解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因为第一个 你要这些政府人员 说他们持有这个币 代表这个币是合法的 他们没有说 你要公开这个币 然后我们要把你这个币没收 或者你不准持有这个币 所以就已经定义是合法的了 然后同时 让这些政府的人员先申报的话 会让政府人员觉得 他们自己可以先第一手的体验一下 我们本来要通过的一些法规 我们该不该去通过 然后他们可能会再去思考一下 说这样子对这整个crypto的市场 或者对大家会不会太麻烦 然后对国家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些localcrypto players 认为是一个好事 因为会让这些政府人员去 好好的考虑 到底要通过什么法律 而不是就是乱通过一些 可能没办法被enforce的 或者是一些 比较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法律 然后今天视频内容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祝大家一二一二快乐 然后明天是我太太生日 然后周末我弟弟会来 所以我最近是每两天都出一集视频 我尽量每两天出一集 只是接下来可能会第三天才出吧 就我弟弟周末来六日 然后他礼拜一走 走了以后我可能再出视频 所以我们可能礼拜周一再见 然后周末的时候 这个比特币价钱 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会晃动 一般来说就是到周一会回到 周五结束 market close的一个级别 所以比如说周末开始 哇开始暴跌 只是一般礼拜一的时候 会回到原本的水平这里 一般会的一般是这样子 对然后就大家心里有个准备 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赞 还有评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